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微中词 佛间的名词叫极微色 微是微小 极其微小的词 这个东西组成物质现象 组成世界 组成宇宙 最精干精干的说 一火像 整个宇宙什么现象 是一个基本的物质组合成不同的现象 实际上都是一样东西 极微色 极微色从哪来的 从念头 念头波动现象里头 一个幻想 是这么个东西 它没有自体 所以物质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了 那这种事情 我们要找弥勒菩萨 在菩萨处太经里头 师尊 有一段话 问弥勒 弥勒 是大臣是大臣发象中的祖师 我一时发象 要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佛教的心理学 那 弥勒菩萨是佛门 心理学的专家 所以佛不问别人 问他 问他一句话 经文是这么说的 心有所念 我们先起个念头了 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 有几项 有几识 有几识 问了三状事情 就是我们懂个念头 这个念头有几个念头 悉尼威悉的念头 相就是物质 识就是奇心动念 佛问的好 经文就这么简单 弥勒菩萨的回答是 他说 弹指 这个时间很短了 也弹指 有三十二亿百七年 这家念头 念头 前念灭 后念三 一弹指有多少 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也就是三百二十兆 这一弹指 三百二十兆 一秒钟 我们能谈多少 现在用秒字单位 一秒钟 有人告诉我 能谈七次 三十二亿百千 乘七 三七二十一 乘出来 得出来的 两千 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单位是找我 一秒钟啊 就是念头波动的次数 一秒钟 换一句话说 也是我们动一个妄念 动一个妄念这里头 有两千 两百四十兆个 波动现象 每一个波动现象不一样 前念跟后念不是完全相同的 不是相续相 那么 哪一念是你自己 哪一念你能够掌握 这才要搞清楚了 像佛所说的 不够得了 念念不够得 没有一念是自己 念念是自己 那自己怎么就好奇多了 哪有那么多的自己呢 这不可能呢 这是 主法设想 宇宙间的真相 你了解这个真相之后 你才晓得 恍然大悟 真的 没有我 我在那里 可是 无量无边的念头 跟我有关系 为什么 那就是能生万法 万法从哪里 念头生的 从一秒钟 2240兆分之夜 这个高频率下 产生的幻想 不是真的 没有真的 全是假的 海鲜老和尚 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 一点也没说错 为什么 他真的了 念佛 念到理议心不乱 啊 啊 我的古迹是 三十年到四十年 他达成大悟啊 啊 跟慧能大师 境界平等 慧能大师是顿悟 一下就开悟了 一下就开悟了 二十四岁就开悟了 他花了 三十年 念了三十年 一心不乱 达到这个境界 啊 这是这 无神法人啊 一切法 没有神 没有神打来的灭 你看 你就从一秒钟 2240兆 前年灭了 后年神 神灭不住 的不停 啊 这个 这个高的平静之下 神 但余不神 灭 但余不灭 所以叫他 不神 不灭 一切法 无神啊 无神当然 一切法 也无灭 这叫 无神法人 无神法人 这个人是肯定 承认 同意 啊 你说的是对 宇宙之间 一切法 本来不是 当然 也没有灭 啊 这叫无神法人 那么换句话说 无神法人的菩萨 至少也是 有八地 啊 大经上说的好 无神法人有三品 下品 七地 中品八地 上品九地 无神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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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叫极灭人 这经上就没有了 啊 大臣家里有极灭 清净 极灭 那是属于成绩光 啊 极灭人 也有三品 啊 下品的极 极灭 是十地菩萨 中品 是单狱 上品 是妙狱 五十二个菩萨 到最高峰了 啊 到最高峰就成佛了 妙狱 成佛了 啊 不成菩萨了 啊 啊 尼 佛 啊 尼 佛 啊 佛 啊 尼 佛 这 真不愿意 和